检调追查庆付连带案,昨天由高雄地检署检察官带队,北高同步搜索第一行台北总行、高雄分行以及前董事长蔡庆年住处,并以嫌犯身份传唤蔡庆年以及副总等五人道案说明。 今天凌晨三点多,蔡庆年依涉嫌违反银行法背信罪嫌移送雄检附讯,将近六点请回。 不管是第一银行位于台北重庆南路的总行,还是高雄分行,二十一号都有检察官带队前往搜索,质量出外还有前董事长蔡庆年的住家,检调南北分工,侦办庆付连带案,高雄地检署传唤蔡庆年, 及易银副总、高雄分行经理、傅里等五人道案说明。 传唤了犯罪嫌疑人蔡庆年先生以及相关证人十五人道案说明来厘清案情,目前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及证人呢,均由检察官、指挥调查官来做初步的询问。 有五人被以嫌疑人身份传唤,还有易银总公司员工及庆夫公司的经理等十人,以证人身份道案,张庆副总等行员陆续请回,易银年代部门雕姓经理,则被检方认定,涉嫌违反银行法, 裁定十万元交保,而蔡庆年经过十三小时的马拉松市训问,在二十二号凌晨三点十分,依涉嫌违反银行法背信罪嫌,移送雄检附讯,将近六点时请回。 是银行法的一百二十五条制的特别背信罪,以及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的背信罪嫌,第一银行证实检调行动,表示一切配合司法,其余细节无法透露,检方表示,虽然蔡庆年等人,以嫌疑人身份道案,但市府列为被告,还得调查,而为了保障他们的 权益,征讯时有律师在场,至于搜查行动,是否跟行政院调查结果,点出义营为评估庆付资金缺口,以及还款能力等问题有关,检方则回应,任何市政都不排除,记者综后报道。